它没有走堆掉和噱头的路子 而是把最关键的电芯和电路都做到了稳健可告 自研的半国台电芯配上全套名厂的用料 让它成为一台以安全和稳定取胜的充电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一期我们已经完整了 测试了这款来自马拉松的1万mAh充电宝 它有亮点也有遗憾 没看过的朋友们可以先去看一下测试片 今天我们就进入大家最期待的环节 拆解 看看这颗宣传中的半国台电池 里面到底长啥样 它的结构 它的电路设计 能不能支撑前面测试出来的成绩 还有宣传的半国台究竟是真的技术升级 还是营销包装 我们都会一步步揭开 如果你对电池技术感兴趣 或者想第一时间知道 固代电池背后的真相 那记得一键三连点个关注 顺手点个赞 再点个小铃铛 这样你们不会错过后续的内容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拆解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充电宝本体 做一个拆解 拆解充电宝有风险 里面有聚合物电池 有爆然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做拆解的博主 我们从这个边缘的缝隙 把这个充电宝直接给它撬开 盖子已经打开了 但是我发现好像撬反了吧 应该是撬后面这个盖子 我们把前面盖子撬开了 电池已经取下来了 内部是用散热胶直接贴在电池的壳子上面的 散热硅脂贴 用来盖在主板上 为主板进行散热 这个NTC热明电阻 它是压在这个电池下面的 用来检测电池的温度 主板上面螺丝有两颗 把它固定在这个壳子上面 上下壳底上面都有石墨烯的导热贴 这种导热贴是石墨烯加铝片的 也是很好的一种导热材料 遮光海绵 把四个LED遮住 用来显示电池的电量 这个主板和电芯 咱们已经把它分开了 撕开外面的绝缘胶带 两个电芯是粘在一起的 我们用解胶剂把它解开 就是串联连接的 中间这里有一个焊点 这一根黄色的线 就是单体电压检测线了 所有的连接线 咱们都已经取下来了 咱们待会儿要做这个穿刺实验 这些电池 我们都把它分开 电池上面的规格信息 还没有被削掉 单颗电芯的能量值是 19.25瓦时 电压是3.85V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电池 还有多少电 3.9 这一块也是3.9 这两个电池都是没有电的状态 咱们都把电放完了的 这个电芯满电应该是在4.2左右 同时对比的有一个普通的聚合物电池 这个电池应该也是没有电的状态 只有3.8V 这一块电池 也是咱们前面拆的一个全新的充电宝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普通的聚合物电池 它的内阻的情况 专用的内阻测试仪 把电池内阻测试出来 35.8V 这是这个电池的内阻的情况 内阻越高充电的时候 电芯发热的情况就越高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马拉松的半固态电池 这个我们测试出来 仅仅6.95毫欧 这个是非常非常小的内阻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块 这一块测出来也是6.8毫欧左右 这个内阻非常的低了 这三块电池 咱们已经把电充到了大概4.1V左右 这个电应该放在充电宝里面的话 大概是70% 80%的电脑 已经是 我们把这个电池做个记号 这个是普通的聚合物电池 这个是半固态 这个实验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空旷的 安全的地方 这块就是普通的聚合物电池 先来测压它的电压 事情太多了 放了两天 3.99V也就是4V 两三天时间 降了0.1V的电压 我们先用这个来做针刺实验 危险操作 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个就是马拉松的半固态 这个电压放了几天 还是4.1V 没有反应 扎了三次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共扎了六颗钉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 只是有点烫 但是它没有发生爆燃的情况 虽然扎了这么多洞 电压还有4V 证明里面的电还是有的 还可以正常的放电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硬核的部分 主板电路和元器件的解析 首先是电池保护 采用的是深圳创新微微电子的 1020L两串电池保护芯片 创新微2017年成立 主因电池管理IC 这个芯片负责 适时监测电信的电压 电流防止过中过放 与保护芯片配合的是 深圳新公园电子出品的 AGM-206MDP 双NMOS开工馆 新公园2015年成立 专注公立MOS器件 这个双NMOS具备可靠的导通性能 与保护切换能力 供电方面 MSU主控电源 由南京微萌电子的M16239 高辣压线性稳压器 来提供稳定低压 微萌电子1999年成立 聚焦模拟与电源IC设计 主控部分则是深圳新海科技的 CPW6410 新海科技2003年成立 主营MSU与电源控制方案 这个芯片就是整个充电宝的大脑 负责深圳压管理 及2CEA三口的电压电流调度 主深圳压电路 采用的是全桥拓部结构 配置了一颗扰线式的电杆 以及四颗 新空源的AGM-306开工馆 全桥架构的优势 能在深压和降压模式下 保持较高效率 这也对应了它 40W自充与放电对称的能力 滤波部分 电池端配备了一颗 江苏南通江海电容出品的 100威法25V固态电容 江海电容 1970年成立 是国内知名电容老牌厂商 再加上四颗MLCC组合滤波 这面两颗 底部有两颗 有效降低高频噪声 另外一端布置了四颗MLCC进行滤波 确保输出更干净 电流采样部分 全桥两端都采用了41010的取样电阻 适时监控电流大小 反馈给主控进行保护与线流 而输出接口侧 则用了四颗新公元型号为 AGM30P08AP的Pigodon MOS 其中三颗 分别对应两个C口和一个A口的输出控制 最后一颗则不知在输入通路 承担自松时反接与过流保护 这样一来 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 都有完整的开关与保护机制 三个充电口的电流采样电阻 都是采用的010的贴片电阻 整体来看 这款马拉松半固态充电宝的电路逻辑完整 用力要靠谱 特别适合滤波与保护电路的组合 正好印证咱们前面的测试篇数据 这款马拉松充电宝最大的特色 就是电芯和电路的双重保障 先说电芯部分 它并不是随便找来的工膜电芯 而是马拉松自家研发生产的半固态电芯 在穿刺实验对比中 普通的聚合物电芯一旦被破坏 容易冒烟甚至起火 而马拉松半固态反应基本上没有 我用钉子扎了八九次 它都没有反应 只是表面变得热一点 安全性明显的提升 还有就是加上它的内阻只有6.8毫欧 相比普通聚合物的35毫欧 差距非常的直观 低内阻的好处就是发热小 损耗低 效率自然就更高 这也和我们测试片里看到的 稳定输出和干净的纹波完全吻合 再来看电路部分 这块主板的用料延续了同样的思路 没有一个杂牌的器件 全套都是国内一线知名企业的方案 电子保护由创新微微电子出品 主控MSU采用的是星海科技的产品 电源管理采用南京卫萌的高耐压纹压器 全套MOS开关管来自深圳新公园 绿波则配备了江海的固态电容 这些品牌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技术积累和市场口碑 说明设计团队在原器件选择上 优先考虑了稳定性和可靠性 整体来看 这款充电宝的设计思路很明确 它没有走堆掉和噱头的路子 而是把最关键的电芯和电路都做到了稳定可靠 自研的半国态电芯配上全套名厂的用料 让它成为一台以安全和稳定取胜的充电宝 通过这次的测试和拆解 马拉松这款1万毫安的半国态充电宝 整体表现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它不是极限堆掉的暴力产品 但它把安全效率和稳定三个点抓得很稳 从测试边的成绩来看 40W的自冲和40W的输出做到了对称设计 协议覆盖算是合格 虽然缺少PBS 对部分高端手机支持不完美 但在大多数场景下 兼容性足以满足日常使用 效率方面实测达到了73% 高于官方标准 说明这个电路调教比较扎实 最让我意外的是 纹波控制几乎挑不出毛病 这个成绩在同类产品中非常少见 拆解之后答案就更清晰了 电信部分 马拉松自家出品的半固态电信 穿刺实验证明了它的安全性 低至6.8毫的内组 更是直接拉高了效率和稳定性 电路部分用料全是国内一线厂家 没有砸牌拼凑 从主控到MOS 再到滤波电容 初出体现出工程师的稳健思路 他没有选择盲目追求高功率 而是把安全性和可靠性摆在了第一位 至于购买建议 我的看法是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款 实用稳定偏重安全的日常充电宝 马拉松这台产品值得考虑 尤其适合对电信品质比较在意的用户 如果你是追求极限快充 PBS全兼容 或者大功率多口堆掉 它可能不是你的菜 总的来说 马拉松这款半过台充电宝 不卷参数 不玩虚标 而是用自研电信和靠谱的用料 走了一条比较务实的路线 这是为了了解 菜是为了真相 认真撤拆客观出出 我是李火车灾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